哈喽大家好,我是雷哥,今天我們來欣賞 玩有神法投稿的一段操作 他用的是小男 我們看小男如何表演 對方是王花圖園主 那個卡卡西 先推個輪子過去,沒弄到,然後一技能飄過去 然後對方開了一個霸體 小男替身,替身然後一技能 對方沒有選到,然後雷電機 平A他,平A之後 對方替身,並招出了原魔 然後這個小男也招出了原魔 估計這個 卡卡西還想用技能 但是背頭來不及了 沒想到這個小男 直接丟了一個原魔 2技能被敲 1技能吸住,然後沒吸住 替身已經替掉了 這時候跑了很遠 平A,這個卡卡西很尷尬 跑過來居然被人平A掉 又一個輪子 對方怎麼不招一個一技能 開始開一技能了,被吸進去 吸進去之後替身 替身他過來 直接一個雷電機電死了 真是招雷批批死了 我們看第二個回合 打的是托斯章 托斯章也是挺溜 西冷托斯章 別看他這個西冷 其實他很強的 走過來,扔輪子 對方跑掉了,跑掉過來 對方分殺陣招出來,分殺陣,跑 沒有電到他 直接一個一技能抓起來 抓起來之後替身 然後招了個聯誘 然後這個小男也丟了個貝殼 打住,打住起來,挽回打 這時候托斯章很尷尬,沒有辦法 沒有技能,只能讓小男樓靈 背到天上,然後一陣猛敲 一陣操作,猛如虎 對方替身,替身之後 他想用一技能暴露小男 沒想到小男直接開打招 然後把托斯章給解決了 這一套秒的還是非常快 然後我們看到這邊 旗袍天天 青春天天 青春天天也是很強的西冷 我們看他怎麼操作 起來,走過來,扔蚊子 對方還想用一半捶 捶小男,沒有捶到 這下又是替身,替身之後 雷電,墊住,墊住之後 又是一陣門操作 這時候旗袍天天沒有辦法 反手,找了個熊貓出來 本來快落地保護 被一個熊貓給打起來了 然後一套過來,馬上替身 替身之後把上大招 然後他也接大招 但是旗袍天天的大招 是不能無敵的 最後被小男解決了 兩個人大招 對打還是挺溜的 一邊 對方 一邊 逃得